危机了,这个机船来了,千军万马 船上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一包玉米一倒下去 还没两分钟就干掉了 现在这个机越长越大了 现在吃玉米的速度也快了 之前十分钟,现在只要两分钟 这一包玉米倒下去,立马就干掉 现在一天喂两包玉米 往养鸡的话,一天就要320块钱 加上这个鱼饲料,一天要7-800块钱 这养殖成本还是挺高的 有些网友说我养鸡一年可以挣20万 挣不到,要是挣得到20万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被笑醒 然后我这边养在山里面 这些鸡成果率不是很高 有些时候你压根就不知道这个鸡哪里去了 有些时候是被山里面的动物咬死了 也有些是莫名其妙的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偷走了 还是被这些动物叼走了 这都说不清 有些网友问我 有没有人在你这边偷鸡 这个我真的不好说 大大小小,2000多只鸡 偷个两三百只 你发现不了 又不会去数 哪里会天边数 就算数你也数不清 所以养殖这一块说不清 哈 20万人没有啊 挣不到哈 然后鸡喂好了 在这边转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死鸡 再去喂鱼 这一批鸡啊 年底的时候上架 然后我鸡场这边还有几百只大鸡 本来是要卖掉的 这个天气太热了 要错开这个高温啊 然后差不多到九月底的时候上架 这边转一转看一看 鸡棚里面还好啊 没有死鸡 最主要的还是看一下这个草丛里面 草丛里面你不好看的话 死了你都发现不了 这个草丛就是鸡的避暑地啊 这个鸡都会躲在里面 还好没有死鸡 喂鱼去 走喽 现在下雨了 看来今天喂鱼啊 这个饲料要放少一点 之前就是因为下雨天的时候 头位的量 减的还不够 然后好多鱼得了长年死掉了 然后这次下雨的话 咱们再减量一点 一天喂二十斤 本来是一天喂八十斤 然后分四次喂 今天就喂两次啊 一次喂十斤 喂鱼了 开饭了啊 现在鱼喂好了 鱼也停了 然后咱们回家啊 走喽 他们在马上 都还在这边 你 这次 对